好,喂,你好,这是环球邮报记者,我们现在采访这位海洋大学的这位学生,他们有个相当大的计划,开发了也很多的产品,那我们听听看,请问您贵心,双人徐,徐先生,你好,我是环球邮报的记者,请你可不可以介绍你们有关一位大学,如何开发这些产品,成立的目的在哪里,成立的目的啊? 那我们这个,这是这样,我们在渔业署,有一个蓝色经济发展的一个计划,对,那这个计划下呢,我们还叫一个栽培渔业,那我们希望就是针对当地的渔业们来做一个发展,那我们现在最近在研究发现,石花菜在东北角这个地方是非常盛产,就有一个相当丰富的一个巨经济的一个产品,那我们就是海洋大学的食品科学系的蔡真寿教授,他一直以来就在东北角, 我们共聊序会,帮忙协助很多的这个,石花菜的产品,石花菜羊羹,养生羊羹,保养品礼盒,甚至最近,我们也是尝试在开发,有这个石花菜做成动物,未来是可以做成面膜,或者是可食用的面条,所以我们现在最近,就把它尽量朝向,从原本的,就是这种石花菜,那我们把它经过二级的加工,可以变成有很多零零种种的食品, 甚至是健康的一个保养品等等,那未来我们还会希望朝向三强的产业,就是可能说,有些游客喜欢来DIY的,可以来做一些DIY的产品,或是,如果在可允许的一个量产的话,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个体验的产品,所以我们是希望说,把这个石花菜的一个产业,变成是一个,未来东北角可以主推的一个产品,那我们在共聊,澳当地, 也在这个计划下,成立了一个台湾海洋,社会企业,是一个有限公司,那这个有限公司,那这个社会企业呢,我们就希望,跟当地的游民先,一个合理的一个价格,先收购这些,石花菜的产品,那我们就协助他们来开发这些,石花菜的相关的一个产品,那这些收益呢,我们会播出,因为我们是社会企业,所以我们会播出这些银鱼,部分的银鱼,来回馈这当地的社区,所以我们基本上, 这个银鱼是这样的,请问一下徐先生,这些石花菜的原料,都是从什么地方取得的呢?原料就是从我们东北角,这个低潮带的地方的石花菜,那就是,那东西就有个工作,谢谢,谢谢,我们就是,这个在东北角一个低潮带的地方,它会长这种石花菜的这种藻类,那大概就是,现在差不多渐渐到 暑假的时候会开始盛产,对,那我们就会经过一个很传统的一个,一个过程叫做,漆泡漆塞,我们会用清水,把它清洗,然后再来塞,清洗,再塞,塞到最后,它会从原本这个深褐色的颜色,这边也比较清楚,深褐色的颜色,然后会变成,渐渐,渐渐会变成,呃,淡黄色,然后就会变成,因为这个照片没有很清楚,它会变成一个金黄金黄的颜色,来拿个样品给你们看, 它就会变成这样,一个,呃,这个比较,呃,黄褐色,当然,有时候会比较白一点,就会变成一个金黄色的样子,可见了这个石花菜,其实,因为它的发展的全途,不可限量,所以说需要很多大量的青年农,农民来种植石花菜,你对这些,我们新一代的青年,有什么呼吁来配合你们的,那个作业呢? 对,讲到这个,因为我们其实有海洋大学,我们也有很多的有为的青年,像是这位吴嘉颖同学,他专门就是在研究,除了石花菜原本吃的以外,其他的,像是在生技上面的一个应用,面条,他现在的大学是,他已经协助,协助开发的这些,我们除了吃以外的生技产品,所以,当然,因为年轻人会有很多不错的idea,那我们希望说这些青年农民, 对相关有兴趣的,不一定是农业,农业本科系的,都一起进来,要交入我们,那我们新北市政府的一个,位于返乡计划,就是希望大家对这个,愿意的,有兴趣的,大家一起把你的idea写成创业计划,那我们这个评审,那当地的新北市政府,我们就用了大学团队的这些专家学者,会来帮你们评审,然后做辅导,那帮你评估这个可行性,那未来我们会把它做亮点的发展计划。 我想请教一下,徐先生,到底我们做石花菜,对人体方面有什么益处呢? 益处吗?石花菜,它其实就是,它有富含膳食纤维,对,而且它几乎是没有热量,所以它其实是可以很放心的吃,健康的吃。 是说,是增进我们的维他命A,还是增进维他命B,C,很多不同的好处,所以说这个产业是非常看好的。 谢谢你,徐先生,接受我们环球邮报,网路报,记者,燕国荣在访问,谢谢。